中午 都也在別人吃飯囉 高雄城中城大火 是台灣近三十年來 第二起嚴重的見物火災 志工一波接一波 以愛陪伴居民 安身也安心 走到處都看得到 紓雅的時候就看得到我們主席 這點我們要向鄉民報告 都真的要讓大家覺得很幸福 也很高興 如果沒有主席就要做防疫 就真的要很感謝我們主席 我都要收集他雙胞 各種其他備版 主席就要他祝福報告 高雄這群的志工 他們這樣自掏腰包 哪一個地方有需要 他們就是哪一個地方倒進去 那種無所機會付出 這個社會 也是很需要 敏感的團體 台灣的你們三個交通 可以發燒病關節痛 一劑接一劑 全民打疫苗 然後支起防疫網 背後還有許多志工 努力慕心慕愛 用心滷豆干 16歲參與科少女美珍 買來食材 滿滿成心 成為義賣小幫手 吃掉都好好喔 我都這麼愛吃的 16歲少年李宗霖 動作快不輸給師傅 要義賣的這串串粽子 也包進她的愛心 他說他那間科技 所以沒辦法來 四五點了 他還會來 不是只為了疫苗而已 帶動社區 各位就推手 就要再發展到人材 像那些小孩 我們就好好 把酒好 帶來 好啊 這麼小就能夠這樣 善良 有好手藝 更有好心腸 年輕人的加入 發揮各種良能 為疫苗挹注更多力量 帶來新聞 薇宜 陳立偉 高雄報導